2021年12月30日一大早在微海南海乒乓球训练基地 隔离的中国乒乓球队结束长达21天的隔离期 队员们陆陆续续离开基地 马龙、樊振东等人各回各家享受短暂的假期 原计划为国拼举办的元旦联欢晚会 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而取消了 队员们将在假期后再度集结备战WTT澳门冠军赛 中国乒乓球队是在连续参加了2021年休斯敦式拼赛 与在新加坡举行的WTT世界杯决赛之后 于12月8日回国抵达微海南海乒乓球训练基地进行集中隔离 原中国乒乓球队的大满贯选手之一的王南 身为微海南海乒乓球训练基地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各方面为国拼队员提供了全面的保障服务 国拼隔离期伙时除了一日三餐 还有种类繁多的中式点信当下午茶 原本王南创办的国球社东智时 曾在自己的账号中透露基地计划 在国拼结束隔离之后 为国拼举办一场元旦联欢晚会 不过随着国拼隔离结束 这场备受球迷期待的联欢会却因为疫情取消了 昨天一大早 国拼也就地解散 解除隔离的队员 迎来短暂假期 陆陆续续离开基地 有球迷在机场拍到了 樊振东与林高远同行的画面 两人都戴着黑色棒球帽 林高远穿着蓝色羽绒服 樊振东只穿着一件 据现场球迷透露 樊振东没有戴太厚的衣服 只能把现有的厚衣服都穿在身上 不过对于即将返回北京的樊振东来说 这一身可能有些单薄了 不少球迷担心他在抵达北京之后会不会冷 2022年1月19日将进行首个国际大赛WTT澳门冠军赛 中国乒乓球队将派出最强阵容 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的七位队马龙 樊振东 许昕 陈梦 孙颖沙 王曼玉 刘诗文都将参加 王楚清 梁静坤等国拼主力也将出战 本次比赛设有男单 女单和混双三项比赛 预计中国乒乓球队将在2022年元旦以后 1月10日之前重新集结备战 WTT澳门冠军赛 二月7日前 二月9日前 三项比赛 4月4日前 一月中 三项比赛 二月9日前 二月3日前 二月3日前 以后 二月1日前 一日之后